所以現在去到木箱魚的時期 這些東西是否重新出生給大家見到 見到這些受苦受難者 他們的一些犧牲的東西 我們會重新去關心他們的福祉 所以除了宗教 原來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們在木箱魚時期 還有接下來寵物的行業會非常旺盛 尤其是跟寵物的清潔 我也說了很多清潔 寵物的醫療 例如可能會有一些寵物的醫院 或者甚至有些獸醫會上市 你想想吧 因為都說了 Clinic的隱蔽地方 我們要幫金睛雜資 好了 我們現在籌期幫金睛上市 因為金睛本身就開寵物Clinic 可能他將來會上市 恭喜他 OK 在這裡當那個東西 很厲害 OK 還有寵物笨藏 或者就著小動物的福利 可能將來會有些立法 其實在我們年尾 去到12月30日 你當作是明年 明年的年頭 一月 去到大概五月中 都會是木箱魚時期 OK 所以其實是整年了 都很整年了 過年了 這些事情都會不斷在這裡興起 剛剛說起殯葬 不單是小動物的殯葬 原來殯儀行業都會興起 尤其是輕些什麼呢 他們可能會是 海葬 水葬會大行祈禱 開始 因為是海 雙魚港海 所以果然 在2021年 年中開始 有很多很多動物福利的議題 是發生的 但其實我曾經都說過 雙魚是一個雙圓的星座 它有時要透過黑暗的負面 去突出光明的白色 所以 為什麼我會說 你不是一來就一定說 一些動物就很好 很happy 可能要透過他們的一些 受苦受難犧牲的 這些悲情器 而喚醒大眾對他們的關注 在2021年裡面 曾經有台灣 說不再被養people 有很多狗爐 這些朋友在抗議 說其實牠們很乖 只不過是養主人的問題 諸如此類 但其實不單是狗的問題 曾經在台灣 有一次發生 說不知道 有一些走私的名種貓 但是因為牠們走私 然後台灣當局 要將牠們全部人道毀滅處理 然後有很多人說 哎呀很不捨得啊 給我養 OK 但有些人就說 哎呀你們這幫人 真是 即是叫做什麼 類似見高敗見低踩 你那麼喜歡養貓 養貓的話 你不去那些去領養 或者街上很多流浪貓 你不去什麼 只不過這些是名種貓 你們就 即是叫做 眼金金了 也是牽起過很多的爭議出來 這件事都是在2021年發生的 然後當然到差不多年尾 我們知道 香港本地政府 去殘忍地圍捕獵殺野豬 還有去到年尾 年尾忽然之間 又帶起了象牙貿易的這個問題 當然 就不是說現在才去通過 去禁止象牙貿易 早前已經是通過了這個法律 但誰知道 剛好原來就是到2021年的 年尾 就是要去全面禁止了 所以見到 全普通通這些動物議題的事情 都是會否現 而2022年 因為是一個超級無敵雙月年 所以動物議題 只會不斷地繼續 而且呢 我在今次這個series的part 2 已經早有開始了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今年October 2021 10月 發生什麼事 有些新的科技研發 但有時你不要覺得 科技一定是做福人一個人 有時水能再收益能複走 好像炸藥 炸藥 火藥你用得好便變煙花 你變得不好便做武器 ok 如果科技你做得不好的話 可以用一些監控 那些事情 那些是新的立法 新的法例 ok 那為何會和新的立法有關呢 是和土星和木星有關的 ok 然後如果真是法律的話 它更加有機會是一些刑法 就是它不是民事法律 而是刑事法律 就是要坐牢外匯管制 有些東西是嚴禁我們去炒賣 ok 或者它會美其名打擊投資過業 ok 又或者 一些和外匯有關的一些協議 一些規定 然後這些東西就會衝擊到那個艇價 衝擊這些東西 就是牽動到 為何我說2022、23 就是 漁艇那個價 那個艇價 會帶回艇的時候 ok 但是其實2022到7 應該會看到很多的徵銷 ok 但是再早些就是 就是1月18已經在滲出這些東西 但是又再早些 其實 在今年 9月中開始 到整個10月 那個天上的transit 已經在敷衍著這個能量 ok 9月中到整個10月 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立法 尤其是是刑法的 ok 刑法就是要坐牢那些 都不是說只是罰錢 ok 為什麼是刑法呢 因為 剛剛那個星象是牽涉了 逆行的木星 ok 木星剛剛在哪裏 在相遇 ok 我經常都說木相遇 他已經是吸了一個木相遇的能量 ok 我不知道從何時已經說到口臭了 木相遇是可以發生什麼事 就算今年的木相遇是何時呢 5月13日到7月28日 ok 5月13日到7月28 今年的木相遇 已經是很多東西是中了 第一 我說會旺鄧兒 ok 你不相信 你看我以前的post 我很多的粉絲 甚至我身邊有一些認識的人 那個 他的白氏是多得飛起 我有個扣母說 他一個月去了五次殯儀館 是五次殯儀館 就是木相遇時期 告訴大家 ok 即你不要跟我說 每天都有人死了 我都知道每天都有人死了 現在是特別多人死 ok 木相遇一下半年人看到那條片 我說了 他會搞到傳媒 明白了大家 原來木相遇 還是和刑罰有關的 要你坐牢那種刑罰 ok 明天我會出一個post 我明天會出一個post 保證你看到眼都凸 真的看到你眼都凸 一個post 大家記住明天星期六 6月26日 要留意我一個post 有關木相遇應罰的事 ok 所以同時 有機會發生什麼事 我告訴大家 有機會接下來 會 即可能有些新的法案 要拿錢 去擴建監獄 去建多些監獄 ok 去收錢 或者搞些什麼 即我們不叫監獄 或者要搞些什麼什麼刑 下令刑 讓些人集中一起 確實2021年年終的YouTube Live 裏面的預言 就在往後的日子裏面 好像炮谷那樣 噗噗噗噗噗噗噗 爆出來了 粉絲說 對呀 真的有新監控科技的研發 原來是安心上路和港安錄 還有新的刑事法例 去打擊一些自由 網絡 結社 集會 所以為什麼很多團體工會都解散 是不是 啊 我在這個回顧CAP片 我好像沒有CAP這一段出來 但是我裡面是有講過 一些集會結社的一些工會的自由 你們詳情可以去看我 十月封部那個 即你們自己都去重溫一下那個Live ok 那也都有一些外匯管仔 諸如此類 不讓NPF 去控制著我們的一些錢 也都有一些智慧監獄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我現在就給大家很多不同的證據 去看看 一踏入十月頭 2021年的十月頭 已經有粉絲 即刻 好緊張 其實不止一個 這裡是其中一個例子 就說 金管局 發表零售層面養行 總之是一些數碼科技的白皮書 為了做什麼呢 原來就是為了 在所謂保障私隱的情況下 最重教育 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電子科技的監控 是不是牽涉到我們用的貨幣 完全就是講這回這樣的事情 而你們可以看回這一則新聞的日期 就是在十月四號 所以我就說 漁川十月風暴 真的在大陸十月 就發生一些這樣的事情 然後還有健康碼 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 一些強迫性的應用 其實 甚至我們來到現在 這個2022年的年頭 我們已經看到 它的那個影響力 以及它的那個追蹤性 它迫你要用的那個強迫程度 是無緣分界的 是不是 現在連那些阿婆阿伯去街市買東西 都要去做那個安心出行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 真的非常之神奇呢 還有我相信大家有看過那個Meme 就說以前那些人 就是看到明星 就全部拿手機出來拍明星 是不是 但現在那些人呢 就經常在一起去拍什麼呢 原來就是做那個安心出行 跟著 同樣都是在十月 如果你們可以看真點 這個是一個 十月六號的新聞 就是林鄭說她在 任來最後的施政報告 OK 國安教育片 十月六號 就說 保安局局長領導下 他們就會加強一些什麼 政向思維、守法意識 以及去設立一個 正向實踐方 協助一些在囚的青年 他無端端去搞一些 一些在囚的監獄的人士 OK 就去搞一些什麼的 一些根深方 什麼實踐方 唉 其實就是考立明目 美其名 其實就是找一些 你知道 一些 集中營去思想教育你 通通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在十月發生的 OK 就已經應驗了我說 漁川十月風暴的那個 泥林 但是 時至今天 我才發現多一件事 我做這條片的時候 是 2022年的1月7號 星期五 話說在昨晚 即是1月6號 星期四晚 深夜 我出了一個貼文 就是無端端 我有一個法國朋友 就去 就是分享一個 法國的 報紙的報道 就去 就是報道關於香港的 那些隔離營的 一些慘況 OK 那是法國一個 非常之有影響力 老牌子的報紙 叫做 Le Monde 世界報 就去說 就是 有一些 就是法國來香港 要去被隔離的人士 他們就在那裡 就是叫做訴苦 但是呢 他們還很害怕 他們都說 現在基於一些惡法的 就是這個陰霾之下 他們都不敢用真名 但是就說 是一個 就是 就是 亞洲薄冷梅 一些很冷的地方 跟著呢 他們就真的 變成自己好像監等 然後呢 就經常去聽到一些 就是那些三語廣播 經常在那裡轟炸你 OK 跟著那些 生活呢 就真的好像一些 在囚人士 他們說到整件事 是真的以為自己去了 一些反烏托邦世界 一些 就是那些 末日小說裡面的主角 OK 那原來這些事情呢 就是這種監禁的慘況 已經是拆出國際了 而 在我 就是同一個post 我也都有粉絲去留言 原來不單止 法國人已經知道我們的醜態 甚至連英國呢 也都是有一些報道 去專門 去專題 去揭露 一些英國人 來香港 受隔離 但是一些愚笨的 就是一些很愚笨的程序 OK 那這些通通的事情 就是我經常一直在說 啊 目相遇啊 會有一些監禁啊 但是我們同時都會去同情啊 就是一些被監禁人士的福利啊 那些苦況啊 而我要在這裡再強調多一次 因為2022年就是一個超級無的雙元年 所以以上的課題 只是會不斷繼續 and again 在我這個series的part 2 已經是開示過的了 成仙方可啟後 繼往方能開來 回顧完2021 有些什麼語言 s 準了 現在又來到一個非常振奮的部分 就是2022的新語言了 現在又想在這裡 多謝大家對我的祝福 支持 和appreciation 也都很希望 正如粉絲祝我一樣 我都希望大家 在這個這麼艱難的年頭裡 是可以長做長有 和大家一定要留住有用之區 留得青山菜 哪怕沒有柴燒呢 好了 那2022年呢 原來會發生火星逆行的 水星逆行 大家就聽得多 水逆水逆 原來火星都會逆行的 而它那個逆行的frequency 就沒有水星那麼頻密 所以每次一火逆 我們就更加要加倍流神 因為正所謂 物以罕為貴 原來火星呢 它那個圖案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每兩年多些消滅逆行的 就不像水星這些太過 水逆太過便宜了 每年都逆三四次這樣 火逆是兩年或者多些 才逆一次而已 所以這個稀罕的程度 是非常珍貴的 而且它每次一逆 就逆五十八日到八十一日左右 而今次2022年的火星逆行 是發生在雙子座的 所以麻煩你聽著 這個火逆雙子 會為人類社會帶來很多什麼呢 欺騙的行為 以及盜竊的行為 所以一定要小心保管財物 那它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原來就是年尾的時候 又要抽低日子 首先它在九月三日 就會開始進入這個疫行的陰影期 即是九月三日開始 已經開始會有很多偷握拐片 陰陰濕濕的行為 在整個人類社會 全地球的 這個火逆雙子 是對全地球有影響的 就有這些偷雞摸狗的東西 慢慢去萌芽 而真正去到十月三十日 這個火逆雙子 就不再是陰影期 它真的正式開始 我們叫station 即station 即是停滯 然後它就開始打倒騰 十月三十日 十月尾 一路去到十一月十六日 你當叫做十一月中 的確它真的在逆行 不過呢 不過不過 我剛剛都說了 這次的火星逆行是發生在雙子座 而雙子座的主星是水星 而在我剛剛講這個 十月尾去到十一月中 這個時候呢 水星就在天傑座 which is 火星的家 有沒有聽到很亂 不要緊 你去replay 然後把我剛剛講的東西抄出來 好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就叫做水火滬雙 因為火星是逆行在雙子座 而雙子座的主星 或者叫守護星 是水星 但是這個時候 水星就在天傑座 而天傑座的守護星 就是火星 那這個 這麼特別的 combination 就叫做水火滬雙 所以呢 其實十月三十日去到十一月十六日 那個 剛剛就是講的那些 欺騙啊 杜舌那些東西 又沒有去到這麼大件事 真真正正大件事是幾時呢 糟了 就是十一月十七日去到十二月六日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 雙子座的主星 即是水星 他去了射手座 我們叫做一個落陷的位置 即是他在一個孤立無緩的地獄裡面 所以他就不可以再看管實 他自己雙子座的家裡 在疫痕的那個悄悄火星 他猜不到這個客人 所以在十一月十七日去到十二月六日 就真真正正 很多火疫雙子的東西是可以爆出來 一定出大事 在這裡也要去教一些有志去學占星的朋友 我們經常說什麼星什麼星逆行 很多人都會說 一年三四次水星逆行 每一次大家就只會說到一些 general theme 見回舊朋友 交通宰室 爛電腦 壞電話 什麼都好 但是為什麼我每次都可以說到一些這麼 precise的 event 出來呢 教一下大家 如果真的只是說 哎呀我們水翼的那些 common theme 這些是一些很皮毛的漸星 原來你還要看 嗯 原來現在這個X星逆行 它是發生向哪個星座的 這個是深入要去看的 還有 你再高階一點 你就要看這個星座的主星是什麼 原來要看完這些全部的東西 才可以去正確分析 當次的X星逆行 會對全世界有什麼影響 所以為什麼 這個火翼雙子 連尾的這個火翼雙子 因為它在雙子座發生 所以我就要看雙子座的主星 即是水星 在什麼位置 和這個火星有什麼chemistry 才可以為這個火翼雙子去下定論 好了繼續說 現在講完一個最差的階段 基本上11月中去到12月6日 現在就繼續說 由12月7日去到翼年 即是下一年的2023年10 sorry 1月12日 OK 本年12月7日去到夏年2023的January12日 嗯 那時候水星就去到摩傑 那我們就會叫 水星去摩傑 然後火星向雙子 火翼雙子 這個這麼特別的combination 我們就會叫做 旺公接納 OK 所以呢 聽到這個旺字和這個接納 都是一些比較舒服的名字 是吧 所以呢 那時候一些神魔通話拐騙的行為 又會比較舒緩少少的 而過了夏年2023的1月12日之後 那個火星就不再逆行 它就會慢慢開始順行 那些神魔通話拐騙的事情 就真的會慢慢減低了 嗯 那我們現在又再想去看深入一點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可以偷的 偷錢 偷情 偷石 什麼都可以偷的 那原來對於全人類來講 我們有什麼東西 是更加需要加倍流神的 那但是呢 我說完這些東西之後 大家又會好悔的 因為這些東西你被人偷 你都管不了的 OK 是什麼呢 聽著 是有些人會去偷國庫的東西 偷銀行的東西 偷政府的東西 OK 那這裡 你說我不會灰的 那可能真的有一些 什麼很厲害的大道 就好像那些 以前什麼 葉繼歡 張子強去打劫銀行 不是啊 他們以前 他們以前打劫金行 對不對 Anyways 總之我當一些國庫 銀行政府 會被人進去偷東西 OK 那你覺得 這些錢不是我的 或者是公帑來的 我不在乎 不是啊 但是你想想 如果是偷一些私人銀行的東西 或者是政府裡面擁有的市民資料 是不是 或者更加差的話 原來根本是銀行或者政府偷你的東西 它盜用你的資料 或者裡面有些職員造反 偷你的什麼身份證 偷你的信用卡 那你糟不糟 這些東西就真的切身會牽涉到大家了 所以呢 那時候 麻煩你那些私隱 就是私隱 或者那些 就是你去錄卡 有些什麼號碼 那些全部東西 麻煩 看清看楚 不要亂洩露給人 OK 還有一件事 那政府其中一個偷錢的行為是什麼呢 可能偷偷地加你稅 或者偷偷地有些罰款去提高 對 諸如此類 OK 那這些東西是apply到全球的 就不是說只是我講這個地方 OK 那時候全球都會有很多 這些 就是我們叫做在這個社會上面 一些大機構 最有權力地位的這些機構 那所以就是銀行啊政府 是不是 那他們呢 在這些地方會發生很多的偷竊 或者就是這些地方的領導人會去偷人東西 OK 還有那時候呢 因為火逆向雙子座 雙子座呢 是講一些資訊的交流的 那如果火星在那時候 在雙子座逆行呢 那呢 原來在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階段 OK 就會有很多的fake news 還有呢 有很多的言論審查 censorship OK 還有 喂 還有記住 就是這些偷 那有很多偷閉嘴片 你越有錢的人 你越要怕 所以呢 就是 喏 當然你可以在街中被人偷藏的 好 是的 所以如果在日常生活而言 你不要讓人知道你很有錢 拜託你不要穿金帶眼 或者你不要經常在那裡跟誰吹嘴 哎呀我很有米啊 或者買了名牌的手袋啊 戴靚錶啊 你不要讓人知道你很好景 他們一個不具意就是走來 爆你虧偷你東西 OK 啊 還有 雙子序也是講論句的 OK 那是一些真的日常生活的個人層面 你不要搞到星光鏡靚 然後就引起一些你附近的人 是啊 鄰居都有知的 或者是你親戚 OK 他們就去殺你東西了 OK 去穿你圍洞底了 但是 again 去到一個 就是叫做整個社會國家的層面 就是銀行政府裡面 會有一些這樣的偷舌行為 那些東西你就未必管到 但是都 你盡量去 就是keep an eye OK 好 啊 跟著還有 呵呵呵呵 原來在這個這樣的時候呢 也都會有很多無職軍裝的人呢 會被出賣 或者很多人會去說他們的是非 或者很多人會去爆他們的秘密 很多的流言匪語 在這些這樣的界別 那裡發生的 OK 再說一次啦 無職軍裝的人 或者最簡單是軍人啦 但是 again 這個世界不是每個對方都有軍人士兵的嘛 對不對 那就是一些地方的一些紀律部隊 或者是沒有紀律部隊啦 OK 喏 而這個東西呢 就是 somehow 如何武職軍裝會出示這個概念呢 我在我們整個系列的part 3 是說過的 那你們儘管可以看看 他們之間有沒有一點點的呼應吧 以上就是我在這個系列的part 4 裏面 做的2022 預言 也都當然順便給大家一些生活的小忠谷啦 那現在呢 就想去 今天 揭密一下 我們香港的 寶貝 游泳健進 何思培小姐啦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第一次認識他呢 就是他在東京奧運大放二彩的一刻啦 那是他在100公尺的自由泳 和200公尺的自由泳 就成為了這個雙鳥的銀牌得主 亦都是首位香港運動員 在奧運游泳比賽裡面 晉身決賽和獲得獎牌的 然後 同年 就是2021年 在12月中 他竟然剃造了我們另一個 從來都沒有車網過的歷史位置 which 就是他在阿聯游 舉行的2021世界游泳錦標賽 在短詞細錦賽裡面 就奪金 在100米自由泳裡面就奪金 甚至是以這個50.900秒 破大會 就是這個紀錄的 創造了這樣的解釋 那時候 他這樣的成就 真的 不得不讓我去 發掘一下關於他的東西 因為實在是太好奇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對他感到 有非常大的興趣 基於一些 小小的資料 因為其實上網找的 不是說找到 大別多的 就不像我在 上一個part3裡面 可以找到王力雲這麼多的資料 畢竟你想想王力雲出道了這麼久 他人生有不同的經歷 要推他的盤都比較容易 但是根據僅有的資料 尤其是他這些 那麼大放異彩的成績 我就想說 這位 在97年 10月31日 香港出生的 現象 就應該大概在晚上 9點 接近10點 但是 不會遲於晚上10點40分 的時候出生 OK 總之 9點 尾 至到不遲於10點8出生 如果略懂尖聲的朋友 你們不妨可以去 根據我說的這個範圍 去 蓋一蓋那個星盤 然後就去 發掘一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還有 你看到這些星的分佈 跟我們大家所認識的 何師傍佑 像不像呢 好了 當然這個就不是說 一個什麼 驚天的 大揭物 對不對 但是 其實已經是一個秘密來的了 但是呢 真正最 最勁抽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我想提一提他 我何德何能可以提到他呢 但是我只可以說 他 接下來 怕有一個難關 要過 會發生 在什麼時候呢 就 都快了 是年多了 是年多之後了 早於2023年的3月頭 當時天上的行星分佈 我們叫Transit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木星會在八楊座的13度 合了 同樣在八楊座 十四度的海龍星 OK 一個十三一個十四 那就是 黏在一起 OK 這個我們叫海龍木星合 在八楊座 2023年3月頭到 而一直到 Early May 5月頭到 那時候呢 天上Transit 八楊座的木星 就差不多去到27度 然後那時候呢 海龍星呢 就在17度 海龍星就很慢的 好了 總之這個Period 由三月頭 去到五月頭 或者甚至 再遲一點都可以的 因為 As long as 木星都仍是在八楊座的時候 到五月的下旬 中下旬 這個階段呢 就比較 有少少麻煩了 對何小姐來說 不單是因為 Transit的木星 會相合了 如果 他原局中 即是他的本命盤 Natal chart 裡面 天頂 在八楊座 15度的土星 也是因為 這個木星 或者加上海龍星 會三分 會train了 何小姐 Natal chart裡面 在六宮的火金盒 原來在 原命盤裡面 射手座的 23度有火星 25度有金星 然後火金盒 就是在射手座 第六個房子 第六個房子 好了 這些所有的 Chemistry 例如 在我剛剛提及過的 Time range裡面 對他會有什麼影響呢 會有一些 吉中大空 先城後敗的影響 例如 他又會贏得一些比賽 但是 可惜 他會整傷自己 或者 更加慘的話 他連一點點的成功都沒有 就是完全失敗 會有一些 滑鐵路的狀況發生 當然我們知道 勝敗乃兵加上司 我相信 他作為一個 這麼結束的運動員 他的心理質素都會非常好 他都應該不會去 care比賽裡面 一兩次的一些 成敗得失 OK 但是我真的擔心 如果 長久地 是他身體出了一些 空相 一些不好的狀況 再次 例如我剛剛說 他會整傷自己 為了比賽去整傷自己 這樣這些東西 就比較難補救了 而同時 這些空相 亦都有可能跟教育 或者醫療有關的 什麼叫醫療 即是他身體出了一些醫療的狀況 即是一些健康的狀況 整傷自己 又或者我當他們的隊醫 醫療 那醫療的狀況 他遇到一些不太好的醫生 他也要小心一些 在一些醫療的範疇裡面出現的負面的人 或者是事性 還有關於教育事 那時候我亦都擔心 可能他會跟 那個 就是那個 隊的教練 那個Coach 是有一點點 不開心 或者那時候他的教練 換了一個Coach 然後令到他有一點點不習慣 OK 或者他們中間起了什麼衝突 或者他教練做錯了一些 程序上的事情 而令到他不能比賽 OK 通通這些事情 都有可能會發生的 不過到最後 我又想說一點點開心的事情 原來那個教育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教育的能量 亦都可以是一個吉祥 所以呢 我忽然之間覺得 他會不會是 即是接下來可能他都學方力深 這樣去開一個 游泳學校 去教大家去游泳 是不是 尤其是 我真的觸摸 我不是就他 我當然 送上我的Best Precious給何小姐 是不是我們香港的寶貝 OK 但是我當真是觸摸 他忽然之間 弄傷自己 OK 都要休養的嘛 是不是 然後 休養的時候 有什麼好做呢 那就不妨去教人游泳 是不是 因為 即是教人游泳 他不需要說非常之辛苦 這樣去操練的嘛 都不會擔心 去 令到自己教患復發的嘛 是不是 甚至呢 他呢 他呢 亦都可以去 例如去 開一個頻道 就算他不是說要開一間學校 什麼都好 但是可能那時候呢 他那個明星呢 都是會日增的 OK 但是 對了 但是背後那個原因 為什麼他會這麼有空去 教人啊 開頻道啊 OK 可能就是因為他 之前有過一些 即是有過一些 比較空險的事件發生 真的例如 他會整身自己 那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他才可以 即是有時間去教人啊 OK 那這些呢 就是 嗯 今次這整套series裡面 揭蜜 何思培小姐的部分 拍課 做完2022的預言 和今天揭蜜 何思培 現在就來到 十二星座 去運備級了 是不是很緊張呢 但是 我也是想去 再次 Appreciate 即是不同的粉絲對我的一些 Appreciation 啊 我去Appreciate 他們的Appreciation Yah right OK 還有大家都知道我很忙 但是仍然都是 keep住出一些 那麼有水準的片 給大家看的 但這個水準 就算 不是說這個片本身的 Quality 那個質素 那個美感 但是呢 起碼裡面的內容 是非常之準確 是幫到大家的 那大家 總之有這個心 我就會非常之開心的來得到 為什麼要說 那麼大費收張呢 因為我想說 在我出完 即是 part 1 2 3 然後 before我出這個part 4之前 就不斷呢 就不斷呢 有人呢 去 即是叫做催促我 你什麼時候出哪個星座 那個開魂秘笈 而非常之有趣地呢 吹我的這群人呢 都是同一個星座 真的有沒有這麼巧合呢 但是對這些的催促呢 我就一律呢 是用一個懶處理的辦法 就不讀不回的 我想提多次大家 這個十二星座 開魂秘笈 的出場優先次序呢 在我part 1 已經explained過了 我已經說過 為什麼之前會說 石手座 跟著說摩基座 為什麼之後那些會這樣排呢 我是留一個 非常之公平公正的原則的 我記得曾經有個美國總統 好像是林肯 我不肯定了 去說過一句 即是那時候呢 就說 可能國家要打仗啊 或者是國家的人 就要拿一些福利啦 那那個總統就說呢 不要經常問國家為你做了些什麼 你要想一下 即是你問自己 你為國家做了些什麼 那我覺得那句名言 其實是可以放下來的 即是為什麼你們要經常去催我 啊我什麼時候做 我什麼時候要怎麼辦呢 那為什麼你不想一下 啊那時候你們給反應 那你又不給反應 是不是 那我都說過啦 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如果排在之前的星座 他們是這麼熱衷於他給反應的 那我就先排他們 這個世界這裡非常之公平的 那在你們沒有給反應的 這個情況之下 那我又有沒有催促過你們 啊為什麼你們不給反應呢 那如果我沒有催促過你們的時候 那你們憑什麼去追逐我呢 是不是呢 那我這個呢就不是一個教訓人 但是呢是純粹去直書幾件啦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非常之誠實的日赦手啦 還有我覺得呢 做人在這個世界上呢 真的有些東西要學的 要學的 唉 你看看我 講講講講到喉都講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學會的課題 尤其是有催促過我的要學會的課題就是 這個世界並不是為轉你而轉的 有一件事叫做公平 所以順理成章我們今天是先講天平座的 其實這個純粹是一個分裂的轉移 並不是因為我要講公平就先講天平座 那是因為他們那個反應當時是排第三 那我今天就第三個會講天平座的朋友啦 那但是再說 什麼叫天平座呢 究竟是看上星亞還是太陽 或者我之後講的星座 究竟是看你的圖片的哪個部分呢 我在Part1是有解釋過的 在我說金牛人的時候 OK 那所以就麻煩你們去聽那個Logic啦 因為如果你只以為是聽太陽天平座的話 那你會錯了很多很多東西 好啦 那天平座的朋友來到2022年呢 就非常之恭喜你們 因為你們終於可以獲得一種自己夢寐以求的lifestyle OK 即是無論你說 我想是做一個超級無敵廢棄的人的 OK 或者你想做一個非常之忙碌的人的 那麼那個宇宙呢 只要你有這個應求 宇宙就會許可你在2022年 是可以獲得自己一種喜歡的生活模式 OK 不過我相信這個世界呢 就沒有人會這麼extreme 走到說我要廢氣廢到變隻豬 或者要忙到塌塌的 對不對 那基本上 通常那些人都會希望有一個非常之完美的work life play sleep 什麼都好的balance 那我就恭喜你了 恭喜你們了 你們接下來就是可以在生活上面那個schedule是非常之舒適的 啊 尤其是如果天平座的朋友 你們是想成為一些freelancer 或者是slasher OK 或者如果你們已經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哇 那你們接下來的安排呢 是非常之美妙 要忙的時候就有得忙 那就是多勞多得有得去賺錢 但是要去休息 要去玩的時候呢 那你又可以安排得非常之好 或者不是你安排得好 是深刻的宇宙安排得好好給你 你明白嗎 即是有時候呢 你想要賺錢的時候呢 就有些jobs去彈給你 但是呢 你做到很累的時候呢 你終於想休息呢 那剛好那時候呢 就沒有什麼客人去找你 那你說這個宇宙是否真的代你不薄呢 所以在忙碌和休閒之間呢 是連個天都會給你一張美麗的通行證 還有啊 尤其是如果你是做哪些slasher呢 就是如果你是做一些creative art的一些 即不是一定slasher 就是freelancer OK 那就會 就是 總之會非常之好 還有麻煩你聽著以下這兩隻字 你們開始要學會淨化你們的生活 淨化 什麼叫淨化呢 將一些雜質啊 不想要的東西 啊 斷捨離 尤其是一些每天已經會阻礙你啊 令到你很敏的東西呢 麻煩你認認真真處理了它 因為 我剛剛也說了 你這一年你那個schedule 是應該要很smooth的 對不對 所以一直有什麼東西是經常卡住你呢 麻煩你快點搞定它 例如 我當你身體有一些長期的舊患 你要認真去治療它 即是 喂 你接下來這一年有忙 是不是呢 你又想有時候休息 但誰知道呢 例如說 你每個月都 可能女士 你總會癌症 然後呢 你癌症那幾天呢 就真的 你整天要突下床 你什麼都做不到 喂 那不行了 今年呢 是你一個 有效率的年 OK 所以你快點去看醫生去調理一下你的經濟 即 你會知道什麼意思 不對 或者 哎呀你 嗯 總之這些新傷 即那些舊患 你快點去搞定它了 或者 你的電腦呢 你的手機呢 那它經常都 不久就在這裏壞啊 開不了啊 那這些東西呢 就經常會搞到 即是你 嗯 不可以去正常去 function 在你的 那個工作範疇 那你快點去修理了它 或者索性買過保身的 不要給它打亂你工作和生活的節奏 因為我告訴你 時間真的很寶貴 你不要再給一些垃圾的東西 去阻礙你的時間 還有整體上 你的 無論你的居住環境 你的工作環境 都要保持整潔舒適 所以為什麼說一些 不想要的雜責呢 要學會去 盡快斷寫你 以令到你自己每日的 efficiency 是大大大大提高的 不要再忍了 有些什麼 阻礙你的路 你就去清除這些路障 例如說起我自己 算了 免得搞多些條片太長 我不講自己的東西了 好了 那還有 如果你們有養寵物的話 你快點去檢查一下 我怕你的寵物會生病 你會不會很久沒有去清潔 去消毒過他們居住的地方 那些寵物籠 麻煩你 是時候要去洗一下 去拔一下毛 還有 最重要 有沒有人是養水的動物 就是養魚的那些 快點清洗一下大魚乾 它經常會積很多的散 除非你有養青豆腐 如果不是 很容易你的魚就會染病 OK 說起 蟲蟲 我剛剛還沒跟你們說 你們這年是斷舍來的 清掉了些東西 但如果你清掉了些東西 覺得 這間屋太過 太過 太過刺激 你又不妨可以去考慮 養下 寵物的 對 尤其是水的寵物 又可以去養魚 龜 那些這樣的東西 OK 好了 所以呢 綜合我剛剛說的兩種大的能量 第一個就是 你工作上 很多東西可以充斥到你的工作 很有很強的能力 OK 同時你要去淨化 對嗎 混合這兩個 theme 麻煩 你是時候 如果你有空的話 有時候去倒閉你的 CV OK 因為有時候CV你不可以水蛇春太長 那你看看有沒有不要的部分 可以剪掉它 有沒有一些新的部分 又可以加進來 OK 這些東西就會令到你 接下來 如果有一些新的job offers OK 如果你是一些freelancer 別人去彈一些jobs給你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很整潔的 CV 給別人看 別人就可以很efficient去看完你的 CV 那就可以很快去彈一個job offer給你 是吧 另外 講起網絡 其實今年你都會是幾被需要的 很多人都需要你去幫 但是我就勸你 有很多事情都要分清那個 援急輕重 例如你去想一下這些人 值不值得幫 不要說一味好好先生 就什麼都答應 那如果是這樣 你就真的會搞到自己很忙 而會侵害了你的那個 就是Live 和Play Sleep 那方面的Balance 但是當然了 你又不可以太自私 每次都拒人千里之外 那這些事情 你們自己慢慢想 你們 天平在來 你最喜歡情來情去 那你自己去情飽它 身體健康方面 這個也是一個淨化的一年 對你們來說 所以如果想去清減一些 或者去水種 這個2022年簡直是perfect 試半公倍 這個倍可能是一百倍一千倍 做運動方面 也都建議你們做多些水上的運動 即是游泳那些東西 在這個series的part one 我不是說過 今年的三月上旬 會有一個火金盒嗎 原來對天平座的朋友來說 你們是可以很直接地 benefit from 到這個三月上旬的火金盒 尤其是一些怎樣方面的愛情 是一些比較負爭議性的愛情 例如做人第三者 或者一些超級無敵的年齡差距 可能女朋友帶過男朋友三十年 或者一些閃婚 或者是婚前行為 這些比較 你知道嗎 這些方便 你們就比較容易 在這些方便會找到伴侶 還有 這些是一殺火花 火金盒是一些一殺火花 對你們來說 但如果真正要修成正果的話 咦 都頗快 在今年日雙子到日天平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修成正果 如果真是快的話 什麼叫日雙子到日天平呢 即是當你身邊的雙子座朋友 我們一般叫那些雙子座 其實就是叫做日雙子 或者太陽雙子座 當你的雙子座朋友開始生日 一路去到 你身邊的天平座朋友 生日後 在這段時間裡 你的心歡 你們是有機會修成正果的 是不是很高興呢 好 講完天平 現在來到巨蟹座 一里通百里明 明白了計算可變簡單 你們今年的六字真言 一里通百里明 努力不懈的持續學習和研究 這些學習研究 不一定要去讀一些很標準的學府 就算你自己去讀通一些書 不一定要讀讀的 這些努力不懈的學習研究 是可以為你帶來一些非常好的資格 當然你最容易去考章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做一些個人的修煉 個人的看書去提升 但是你出到來的一些成果 可能我當你寫個blog 你去分享一下自己學習的一些心得 那些東西都會令到別人對你心思 就算你不是真的叫做我要拿一張sert出來 但是呢 別人會當你是大師 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們今年會成為大師 會受到一種學術上 知識上的尊重 所以呢 也都建議你們多些去參加一些大型的活動 特別是一些比較科目的 可能是一些business的會議 一些商業的活動 去宣傳一下自己 OK 那還有 下半年呢 好忙好忙 機會一朗朗 好多人呢 會冒名而來 那這個下半年呢 你們呢 就可以去實踐自己一些個人的願景 不過其實是不是真的要等到去下半年呢 唉 都不用等到下半年 好開心 在四月頭 四月頭 巨系的朋友已經有一個 一舉成名天下之的天大好機會 還有呢 很重要 這些一舉成名天下之 很多人慕名而來 除了你是在一些知識 學術上的實力方面 你要去感召人 但是呢 同時不該記得 你都要用道德 去感召天下 現世成就是佔一點點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個 有moral values的人 因為否則 一個不幸運 你的這個所謂 即是可以變得很famous 哎呀 原來他是 他不是很famous 他是notorious 你變得很 即是臭名軟播 那你這個 那你這個 人家慕名而來 原來就是 聽到你的臭名 而全部都來 走來做什麼 就罵爆你 OK 所以呢 小心呢 今年不要做一些虧心的事 如果不是這些東西 都真的會 一里通百里明 這些東西 你是會揚名天下 真的 相信我吧 麻煩你 今年多些去 在知識上去提升自己 多些看書 尤其是來到這個文盲的時代 畜色年代 有些人看得不看字 不行 你要逆流而行 你一定要看書 是的 一定要看書 你可以獲得一些 真的改變了你整個人身觀 宇宙觀哲學的 你可以有一種這樣的智慧的提升 你可以集諸家之大乘 然後成一家之言 然後你就會變成大使了 另外 小心今年有官非 又另外 恭喜今年是可以移民成功 而如果你經常搞一些移民事務的話 都可以認了官非 因為你都要搞很多 一些法律的事 好 然後還有 7月中去到8月中 會 那個人太開心了 太樂觀了 所以會破一些開心才 OK 可能你會常常去 扮漂亮 裝身 不過 如果我當你真的成名的話 你都要扮得漂亮 這些東西就順利成章 會破一些開心才 還有 如果你真的做得很有成就的話 可能你要經常出去應酬 去吃好東西 這樣就會容易變肥 但這些都是很開心的 好 接著去到白羊座的朋友 白羊座的朋友 聽著這些的key words 你要去相信 你要去接受 有容賴大 你要放鬆 哇 這些什麼字 這些剛剛的字眼 是不是超級 超級新年代 或者超級冷氣症能量 或者那些直銷 經常都跟你說 人生夢想 你要相信你有些接受 是不是 對了 但是放心 我並不是在洗你們的腦 在放鬆方面 記得 不要常常穿緊身的衣襪 尤其是下半身的褲 褲 襪 鞋 如果不是就會影響血液循環 還有 高增鞋 高增鞋千萬不要穿 OK 否則對腳就會容易受傷 還有 我想 哪個part 2 part 2講過 part 2你們去看 白羊座是最容易受傷的一群 在腳的那方面 OK 還有今年是一個 叫做healing的年 你們有什麼病痛 都去看完 去搞定自己 OK 還有繼續給你們一些 正能量的keywords 你們 你們要注意你們的心靈 你要去尋找你的夢想 你們要去思考一番命運的安排 然後隨遇而安 那你們就會開午的啦 Namaste 好了 白羊座的建議就給了這麼多了 喇喇喇喇喇喇 我肯定現在有白羊在投訴我的 說我大小超 哎呀 其他星座說那麼多 我說那麼少 是不是 傻的 我幹嘛要特別說少一點你們 我幹嘛要特別針對你們 如果你們真的在投訴 那證明你們還未學會 接受 有用奶帶 隨遇而安咯 好啦 能別依依我贈當你們七字真言 命裡無事 不我強求 太大音了 命裡無事 不我強求 今個2022 好好記住這個七字錦囊 那你們就會快樂的啦 特別是秋冬兩季 秋冬兩季呢 很多時候面前的一些很好的機會 一些放到口前的肥豬肉 會忽然之間沒有了 但如果你還要強求的話 你不懂得放走的話 你只會自己生氣而已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就叫你 喂 有用奶帶 你要接受 你要放鬆 你要隨遇而安 你要去好好思量一下 命運的安排啦 啊還有啊 這次真是最後啦 早睡早起